6点18分 我已经出来了 上西江街高树 走山魂 大家好奇这么早大林 就出发去哪儿吗 我现在要去苏牙屯接客户 今天选拔 哪儿的房子 首府新区的旺科应悦 说周六海突然就家退了 不交钱不想选 昨天半夜让客户交的钱 认的时候大姐 没合计说能这么多人 三点钟大姐出发的 三点半 到的地方 前面有五个人排上了 我跟大姐在聊天 大姐说三点出发 到那天黑的 前面还有几个人 可是买房真的 有些人觉得这房子没人买 但实话是说 想买房子的人一直都有 6点多钟 沙阳的三环绕上高树 车还好 不是特别多 大姐早上给我发消息 跟我聊 说排队有十个人了 他说他后边有一个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老喜欢大年生大姐了 自己去买的房子 我不知道这朋友能不能后期刷到我的视频 我想说你买贵了 贵的不多 但是你买贵了 买房怎么说 认识个中介朋友 有的时候能稍微优惠一点 大家不用太把我们说 中介找中介买房 他得额外挣我多少钱 想多了 自己买房肯定比中介买 大多数项目都要贵一点 我不想跟大家长着掖着 所以说这次像旺客音乐开盘 我这几个客户 我都告诉他我能优惠多少钱 我也简单明了的直说了 有的时候 以前还跟客户套路一些说 怎么操作 怎么流程 这次没有 就该优惠多少 就告诉客户就完事了 大家不要太纠结 你直接问就行 你要是跟我长着掖着 我跟你说实话 更长着掖着了 完事呢 我还不是那样性格 可难受了 不难受的 苏家屯高漱口 我已经到苏家屯了 六点半 只要你起的比别人足够长 到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人 这冰箱铁好看吗 辽伯的 昨天我哈尔滨在这儿来 我去辽伯长的 挺好看 大林昨天一天特别充实 早上五点多出发 上小学院找事 去辽伯 去山姆 晚上回来的时候 去吃的水上机架 特别充实 给我都累坏了 所以说昨天没有发视频 包括今天早上 缓一天之后再发视频 但这视频都实时录的 已行人 到达苏家屯澳园 到地方停车 导航一下 到望坑音乐 到首府 走这个不能走高速了 走南北快速路 27公里 最快是39分钟 这商铺啥子都没开 在澳园里边 已经到地方了 11点49分 到达了旺哥首府 什么旺哥首府 到达了府前一号 停上 停在马路边的 这会儿 保安不上哪儿去了 没人给开门 大姐哥这 大功臣 三点钟起来 来排号来了 你真吃完早饭了 大哥刚才说要吃早饭 你排的号 这胳膊上啥 一会儿等我领着 你们去领这号去 前面是几个人 五个人 但是大姐 前面有一个是洋房 第1号是洋房 5号 幸福大姐了 拿着小单 三点钟来这排队 给一个这个 这不是 这没床 按照这领备出来号 这个东西 他先打的吗 没有 下一号就得写的 行 5号 我找人我来说 我说这房子 这不是没人买 你想说点啥 不要说 累了 一平米涨四百块 东边 西边长得更多 西边长久 东西插酒 对 原先是插钱吧 这会插酒 西边长得更多 这咋个路 8点20 是营销中心的一楼 到一会儿就搁这选房呢 开始 到里边 选啥 吃啥 楼上有沙盘 楼下也有沙盘 千斗 这边要买点 这是营销中心的正门 接下来的视频 就是一会儿大姐 大姐能进女性的排号 先马上贴 粘贴嘛 大姐拍点 欢迎来到大家 来到东科音乐 高层G2 洋房和Y2 的一个选房现场 在这也特别温馨提示 请各位参与选房 活动的准备主 朋友们 请您 核对好事 都已经完成了 签道手续 签道将直接 关系到您 是否能够 顺利选房 所以请 没有完成 签道的困路 尽快一步 到我们 入口签道区间 签道 如果您已经完成了 签道 加油 有个小事儿 大家如果是送朋友到沙阳北站的北广场停车不好停这一圈都不好停这个位置有个出入口进来5块钱一个小时收费的算是包给个人了停这里边行 很好要不然你周围停车真的超级难停 这都是急停急走的 当北站后城北广场刚把我哈尔滨的战友送上车买了下午的车票回哈尔滨了 任院就算开完盘了 小高还是西户买的多 客户买的这个16楼东户174万多接电话 关注我那大哥买的好像16多的西山大姐说的买的挺好 西边贵一点 但是这大哥一看就不差钱的那种 太阳晒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就任阅这个房子 最近很多有150万的朋友问我150还有180的 这个区间我都推的任阅 不要大家觉得大林能挣多少钱 我卖哪的房子我都挣钱 我们这个是都有一定的意义 你不能说我卖你房子我不挣钱 白玩那不可能 我说的现实点 只是说我反复强调了 这个价位期间 他现在的户型优势相对好一点 中和的性能好一点 有学区有地铁 板块也有优势 品牌现在万科就还行 万科还行 这两天也有吐槽他的 不管怎么说 他在这个价位期间 我觉得是你可以对比二环 东省河也好 大东大东区也好 浑南也好 和平也好 余虹也好 他有他的价值 当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我只是觉得相对然 大部分人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您想选房 你看到我的视频 关注大连的 你可以找我 我绝对比你自己买的 要适当的便宜一部分 不能说夸张的讲 五万十万那种 能不能开玩笑 大家买房 不要说看报价多少 有些人报价 报一百七 有些人报价报一百八 是不是一百七十万 它是最便宜的了 也不一定 我不太喜欢跟大家 果然抹角的 其实我想跟大姐两个人 帮大家选房的时候 我挣这份我应得的钱之后 能让大家买到更适合自己的 就你能放心点 我说白了 挣的也是先理得的这个钱 对吧 感谢你们关注 因为我来到沈阳北站 我就给大家拍一下 这旁边就是华人这块地方 就在这 我要拍一期视频 劝对很多想买这个项目的人 下期视频见 感谢观看